市政府推出车子里让行人和绿色斑马线的友善行人1.0计划 接下来将推出友善行人2.0的计划 在骑楼空间规划绿脚压 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民 基隆市率先推出行人友善1.0 建立了城市友善的文化 在许多弱势族群跟老弱妇孺的建议下 基隆市政府计划推动友善行人2.0 重点就是骑楼行走的安全空间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小孩爸爸希望想做的行人友善2.0 我们开始要做一个筹备跟准备 行人友善2.0就是针对于比如说 我们现在骑楼之间有很多机车都是横着停的 大家都是一排指他就有横着停 或者是很多店面都已经摆出来到 已经影响到行人的进行 或者有很多这些车子都停到三角窗等等 直接挡到斑马线路口等等 我们会实施一些宣导劝阻的工作 1.0就是说大家就是有互相礼让的概念 其实2.0的情况也是类似 就是说当我们虽然是有些机车 是可以停放在部分的区域包括基隆 可是你不能够停到这个影响到整个环境秩序 有些民众我可以看到他一排大家都是停垂直的 他为了摊5公尺的方便他宁愿把机车横着停 挡住了整个通道 这个通道对于一般民众 甚至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 甚至对一般民众都是一种几乎跨越不了的障碍 那这样子就是自私跟没办法去兼顾到大众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横向停车的 未来其实会是交通队关切的重点 另外像绿色斑马线一样 市府接下来也将规划推动绿脚压 利用明显的标志来建构骑楼 行人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另外我们过去不是有推出绿斑马 然后让民众知道绿斑马是安全的行走 我们现在推出绿脚压 所谓绿脚压就是在一些机车停车的路口 我们必须要进空 让一个通道可以进出 要不然虽然骑楼可以停车 所以有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都停满的话 大家进出也不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上述讲的几种策略 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行人友善2.0 因为我们的行人友善1.0 就是车辆要离让行人过斑马线 以及绿斑马的划设 其实也蛮多民众蛮支持 那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 旗楼方面在街道方面 在这个左邻右舍方面 在走路的时候 空间上还是要是足够的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 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 我们也请七区区长跟交通队 警察局以及交通处大家共同来合力 把每一个区域基本上还是要有一定的秩序 所以我觉得旗楼的改革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事情有分先后 我们第一阶段是让民众走在路上先安心安全 不要说连性命都要担忧 第二阶段就是要方便便利 不要受到阻碍跟感到不舒适 市长谢国良希望 在交通热区跟医院学校等特定场所的周边骑楼 要有合理的秩序规范 在兼顾停放机车的需求下 让老骆妇孺跟观光客 都有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建构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亮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亮杰采访报道